继续还有来关系的是高雄县的大蛇巷 在29号下午这个海产店连续两次遭到杂电 过程当中还造成这名员工头部受了重伤 但是警方居然不受理报案 到底什么原因我们请记者高梦柔来为我们掌握 好主播我们看到这间位在高雄县大蛇巷的海产店 真的是一片狼藉哦 整个地上都是碎玻璃 东西都被推倒在地上的一片乱七八糟的哦 因为呢在29号的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呢 有一批年轻人冲进店来 部分青红皂白的就到处砸东西 把这个落地玻璃窗以及冰箱全部砸的乱七八糟 玻璃全部碎裂在地上 而且夸张的是还连砸两次 下午四点多来砸一次 晚上七点又来 导致个店家的厨房的一名无姓员工呢 被砸的头部重伤还在住院当中 他的家人非常生气的说当时已经报案 当时但是远景却不来处理 才会造成第二次又被砸定 我们听听看家属的说法 家属非常生气 第一次报案警方竟然不闻不问 连笔录跟搜针照片都不愿意来做 导致第二次被砸定 无姓员工受伤的这么严重 人民的保姆竟然无法保护他们 也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奈 以上是稍早的画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一天之内居然就被连续砸了两次过程当中 还造成这个员工的头部受到重伤 这是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消息